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四太复杂了 对吧 但是为什么要聊五四 我觉得现在那天还有人跟我说 有的大学生已经不太清楚 当年五四是怎么回事了 他就知道是个五四青年节 但是我自己想想五四到底怎么回事 我发现我也糊涂了 但是我觉得丹青说一句话说的很好 他说实际我们到今天 还都生活在五四的后果里 不说别的就说这语言 咱现在就说这话写文章用的白话文 白话文 对 五四那个时候文言文白话文之争 我昨天晚上看了点事 我就觉得很奇怪 请教你们 就是说一种语言 还真可以说是几个这么一个人 几个文化人 生生的这么给 给琢磨出来 或者给斗争出来 革新出来 推广出来 比如我昨天看周作人 鲁迅 钱玄彤 说是在某个书屋 某一天晚上几个人开始聊天 聊就开始大骂文言文 说中国为什么落后 不不不 不是他们 最主要是胡适 胡适在美国就开始有这意思 文学运动主义 对 这个应该你来说 他们在Cornel大学 他跟煤光比几个人 那想起来你想影响整个中国的 这么一个大的这么一个运动 这么对我们今天 是几个留学生 划着船 划着船 划着船然后再聊 聊什么呢 就是聊白话跟文言比 哪些地方是文言好 哪些是白话好 到他们争论的时候 有一几点大家都公认了 做生意白话好 甚至政治文章也是白话可以 别的生活当中都行 但是只有一样 白话永远超不过文言 到今天还在争论 就是文学 所以那个时候呢 准备这个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人检讨 为什么我们弱吗 检讨来检讨去 觉得是我们的文字有困难吗 最后想出一个方法 说办两种学校 一种学校呢 就说明了 就是做生意的 说是做官的 甚至说一般的用途 就叫白话 还有一种学校呢 是叫文言的 那就是写诗的 那是文学的 按今天的话 那没人上的 是 那个时候觉得 那个是高档的 就是那个才是好的学校 可是这种双轨教育 那时候不行 啊 啊 将相本无种嘛 你谁叫我的小孩 一上来就读一个 第二类的学校呢 只能做生意 我不能做诗 那时候人不愿意 所以梅光迪跟胡适 当时在船上 主要争的焦点 就是梅光迪说 白话什么都好 写诗不行 胡适说不对 白话也能写诗 就两个黄胡适 对对对 胡适写那白话诗 这就是文学改良 处义这篇文章的来源 那我看的可能就是厚一点 就感觉啊 有点像搞运动 搞斗争 几个人啊 还谋篇布局 搞策划 那意思你 比如说那钱玄农 画名什么王静轩 刘半农 在报纸上 你假装就跟我的实施辩论会似的 你假装代表文言文 我假装代表包团 整天论战 然后布置鲁迅 写什么狂人日记 哗家伙出来 就这样就真能把一个语言 硬生生的就给弄开来 你了解的是这样 这里面啊 还有很多事 现在不太说了 就是胡适的新白话运动 是胡适他们弄起来的 然后这个刘半农啊 什么这些人 这个主将 鲁迅其实是比较晚的 他的功劳是提供了白话文小说 在创作上有成就了 其实所谓白话文的推广 普及远远早于胡适 是谁做的呢 其实是洋人做的 欧化的 传教士 不是不是 这个中国在19世纪末 也就是在光绪年的前面 就已经出了几百种白话刊物 所以实际上在新白话运动之前 差不多有五六十年之长 想想看半个世纪 就东南沿海一带 就其实已经有很多白话杂志 白话报纸 所以我们通常把账算在五四 或者再早一点新青年时代 其实不是这样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有一件事情也不太谈到 这学者圈里会谈到 就1905年废除科考 废除科考 这一下子写文言没出路了 没出路了 这有点像再过几年后来 就帝制就没有了 王室就塌了 所以文言文过去的一个官方地位 一个至尊的一个地位 它没有了 所以这对后来白话文运动 能够这么快能够出来 是有原因的 不然你两三千年一个文字语言系统 你几个人几十几二十年 你能把他扳倒 实际是早有渊源 所以有很多别的元素在里头 那这个当时他们 我忘了是胡适还是矛盾呢 就在北京的时候 就收到传教士给他们的那个传单 他就是包括有反对国小角啦 什么其中有一个传单 就是我父亲一直跟我说的 那个时候他们他小时候也收到 就是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是不是瞿秋白说 然后就这样的传单 他们现在看下来说 中国渴望汉字不灭 当时呢 你看我还那天看了一段说 这个林秦南 就是最早他用那个文言文翻译 西方小说的那么一个人 他是个复古派 到后来林秦南 他就说 现在大概意思就是说 你们老实说把这事跟中国的这个弱 中国这个落后拜王联系到一块 他说好 你们说科举是中国之大患 现在科举废了 然后你们又说这个中国这个之所以不行 全是文言文不好 你们把文言文也给废了 但是都废了之后 怎么中国还是不行呢 这当时发出过这么一个疑问 那个林秦南呢 近年来王德威的那个书啊 影响非常大 就没有晚清何来五四 其实林秦南呢 这个现代性的所有这些东西 浪漫啊 旧王啊 启王啊 林秦南都翻出来了 他最早翻一条说 其实他跟梁启超两个人帮五四准备了 所有现成的思想资源 所以学术界现在一个说法 就是学术界现在有一个贬五四的说法 就是说五四的东西 大部分都是晚清都做了准备 那个只是一个爆破口 但是那个爆破口也的确很重要 要放到全世界来看 你就不可思议了 所有的国家从传统社会转到现代社会 比如说英国 克伦维尔 法国 大革命 德国 什么哲学 都是哲学家 法律 或者军事人起作用 在中国的这个转折点 是写文章 怎么写文章 你想想看 这个我是觉得挺逗的话 就是中国人啊 这个革命是从小说开始的 从文学开始 他说什么 要不要用点啦 用不用排比了 八部主义嘛 文学改良主义嘛 而且呢 当时那个两个人文章 就是一个胡适 就叫文学改良主义 接下来成都秀来一篇 叫文学革命论 你仔细看这两篇文章啊 一个叫改良 一个叫革命 后来一百年 中国就在走这两条路 就这两篇文章 决定了一百年 中国的基本选择 由这两篇文章 定下来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单先生老师 我不明白你 你从你的感觉上讲 就变成白话文 好还是不好 我问他简单 这部录呢 是一定要走的 五四做的所有事情啊 到了那个坎上 他一定要走的 我们现在要去检讨的 就是这部录后来 怎么会被别的情况劫持了 变成我们今天这个情况 我觉得是劫持了 他被文化激进主义 他被政治潮流 他被政党意识 包括被国内国外 种种咱们势力 就劫持了 或者是他把它 把它走到另外一条道上去了 就当初五四几个发起人 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但后来变成这个意思 我们都在这个意思的后果里面 你明白吗 我有点明白 你说到刚才子东 其实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我其实不是个学者了 我没有研究过这些事情 最近看了一篇 三十万字的论文 对 最近我看了一篇 非常非常重要的论文 题目就叫 白话文运动的危机 作者是一个年轻人 七零后一个女学者 叫李春阳 他就我非常惊讶 就是他细细地捋了一遍 整个白话文运动的前因后果 大量的资料 其中百分之七八十 我都不知道 语言学家的 这个革命家的 这个文人的 洋人的 古人的都有 就是关于语言问题 文字问题 白话文问题 来支持他这个论点 就白话文运动的危机 这篇论文现在还没有完全 完成答辩 还在一个过程当中 我很幸运看到这 我学到很多东西 比方它里面有些概念 是我以前不知道的 比如说 比方说我们都在做新白话 实际上有一个 庞大的一个旧白话传统 旧白话传统 差不多是从宋就开始了 到明就已经非常成熟了 就那些小说 这个三国水府到清的红楼梦 对啊 那都不得了 很接近了 他这里导出一个什么呢 他说五四一共 只有两个文体家 就白话文运动 你就要看成绩 没有什么成绩的 就所谓文学革命 只有两个人 就周氏兄弟 周树人和周作人 这两个人是文体家 而这两个人之所以白话好 是旧白话 根本不是新白话 然后再往后张爱玲公认了 是小说语言是最触挑的 他的传统也是旧白话 而他受的影响是谁呢 是张恨水 张恨水也是旧白话 海上花蝶传 甚至包括像 他这文章里头提到很有意思 就汪曾祺 当时给样板戏写的剧本 就我们这代人 文化大革命 倒背如流 包括像胡川奎 阿庆嫂那个对话 然后像那个 智取为虎山 梁子荣和座山雕的对话 都是旧白话 不是新白话 朗朗上口 读得有阴节 有快感 所以他说出一个新白话 一个旧白话 那第二个呢 他说的很有意思 就是他说这个 新白话运动 起来的时候 很快就会被另外一个势力 我是叫做劫持了 就是一个民粹主义 还有一个这个 这个叫 叫权力崇拜 权力崇拜 当初胡适提出来的时候 是为大众的 但大众很快变成一个意识形态词语 就是后来就再进一步 就到毛那儿 就分成你是革命的 还是不革命 还是反革命的 就看你和大众结合不结合 而结合这个标志 你画一出口 文章一写 你用的是白话 还是文言 就出来了 但是这里面 这个李春阳的论文里面 就很有意思总结 他说他们一直攻击文言 说文言是腐朽的 是反动的 是不能载道的 他就举了两三个 很有利的例子 就一个张太炎 是研究小学的 还是鲁迅他们的老师 可是他是最革命的一个人 他就非常激进 他用他的文言来宣布 所以是革命理论 还有一个就是两体 两起超文体 两起超文体 他说一直到今天 都是一个政论文章的典范 港台海外的政论文章 到现在还是两体的余序 这非常对 再有就是你们刚才说的林秦楠 林秦楠实际上 那个单子一开始 他全都开出来了 可是在白话文运动 他是他们的敌人 是白话文这个 跟他们论战 是主将的敌人 所以说文言根本不是像他们说的那样 不能够承载先进思想 不能够发起革命运动 非常有力量 而那种铿锵有力这种文章 你用白话去写 根本没那个效果 他说的我也是长剑 他好多这篇论文里面太多这个了 而且你刚才讲的劫持 我要想起一个就是周作人 当时他们为了推广白话文 都是个人派任务 周作人说我本来不是诗人 但是我勉强就要写 写了一个叫小和 小和呢 后来有人分析 就是说他写这个小和这个诗 表现一种 有一种忧据不安的情绪 就是说那意思 我希望这个水 轻轻的浸润我 但是我怕这个大水 好像淹没我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后来周作人自己解释 这他 其实他们是文人了 就是他的本意 比如说周作人开始翻译 这个性道德 他是五四时候 他就要破除旧风气 破除旧道德 树立新道德 比如说性道德 这个妇女守节 这是非常腐朽的 他的本意是这个 他又想更新人们的思想 引进一些西方的 好像比较开化的 这个文化思想 可是实际呢 他预料到 他怕搞运动 就是说这个周作人本人 他又在写这些个东西吧 但是他又 其实就像你说的 他又怕被劫持 而且他当时说过这个话 说这个搞运动 这个运动一搞起来 今天是你搞他 早晚有一天 就会搞到你头上 到后来一九五几年 见过后之后 周作人的话 应验在自己身上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 文学一下子牵连到革命 这个真是有意思的一件事 我觉得这篇论文 它厉害在哪里呢 它是从基本单位 开始来算这笔账 所谓基本单位 就是我们开口说的话 我们下笔写的文章 他最后的结论 他漫长的一个考证过程 最后结论就是说 你要谈这一百年来的 所谓学术 所谓思想 其实你还没有到谈这个地步 因为我们的文字 都已经不行了 就是文言已经被打倒了 可是新白话 从来没有成熟过 而且 到现在也没有成熟 他认为没有成熟过 我同意他这个观点 这个有个德国人叫库兵 最近有些话引起很多争论 他最近出了 他提到这个 他用德文写了一本 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 里面其中有一个观点 还是有一定道理 他就是说周氏兄弟的这种文字 在新一代的作家里面 是看不到 那么我们不能说 新一代的作家就 不不不 他的论点是引起公愤 我相信在中国 就是他一句话道断 他说中国当代作家语言太差 这不得了的事情 一个国家在一百年里面 一个新闻学 你可以说他写的不好 境界不高 主题不够深 或者这个那个 你说他语言不好 这什么意思 但这个是我们 这是还讨论 我们前不久 我们这里开会还讨论 这个也很不公平 你今天你要 你要面对 因为这些作家我们都认识 那很出色的 有王猛啊 于华啊 莫言啊 王阿易了 这些人 但是你要求这些人 写出来东西 像张爱玲 像周作人 像鲁迅这样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他们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 他们是在插队 他们是在文革这样的情况下 写作的 他们的整体语言 但是为什么会有文革 对对 这个要我们要将来放在核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行吗 枪枪三人 我要替他们辩过 我就有点恍惚了 你们这意思 今天我们写文章啊 用的这个语言 说不大好是吗 还是说 不是不大好 它是跟中国汉语传统是中断的 割裂了 割裂了 它当中夹杂了大量欧化词 这个没错 日本也是这个样子 然后它也开始注音 然后是拼音 那现在在电脑上都已经全部普及了 在小学教学里面去全都普及 这都没有问题 但是问题是语言的一个品质 然后语言的一个知识背景 语言和传统的关系从此断掉了 从此断掉了 所以我们现在这些年 不是老在讲国学啊 要什么先庭诸子的文章都要读啊 实际上我们伤是伤在 就是当我们翻回去读的时候 我们可以读那些文本 但是我们的思维习惯 我们的这个书面表达 语言也决定是 已经完全不是那一套了 完全不是那一套 这个你应该 关键是最早提倡白话文 就是在实践 做冲锋五四的这些作品 他们强调这些白话文 但是他们自己是读旧学 跟底起来的 没错 那所以三十年代 你包括最激进的 比方说像矛盾啊 这些被批评为欧化文体的 他们还都是小时候读很多 这些东西的 但是问题是在他们的理论 指导下后面出来的人 他们没有时间去读以前这东西 他们完全不需要科举的路段了 对不对 那文言是没必要读了 读这个东西是没好处了 当时呢就三十年代 这些刚才讲这些争论 当时在瞿秋白啊矛盾啊 他们都讨论这些问题 当时认为找到的一条出路 就是大众化 就是走民间道路 所以后来延安 毛泽东提出这个东西 被认为 一度被认为是一种希望 你知道你要证实一个现象 在四九年前我们也是四万万五千万 对不对 四亿人 诗字的人最保守的估计是百分之十 换句话说有四五千万人 可是新闻学的读者最多不过几百万人 一般是几十万人 一个书 陈伦印两千就算是畅销的 那么跟全国人民相比 就是说你得证实一个现实 虽然它主导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 变成了主流意识形态 尤其是经过后来不断的描述 它形成了个巨大的历史发展趋势 可是它在当时只是百分之十的人 十个里面只有一个 你看巴金就最知道了 读新青年是大逆不道的 只有很少人 那么大部分的人读的还是鸳鸯蝴蝶派 而这些东西到了四九年以后 因为政治原因断了以后 它就取代于革命 那就是普及的那个革命的东西 这种就是所谓心白话 它一直没有找到文学的支持 我明白了 怪不得有人说 说现在的中国文化叫水泥地上长草 我就完全断了这个渊源了 鲁迅他们这代人 鲁迅那个文章 我以前都说过 我小时候看到他的文章 说青年人应该读什么 他说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 中国书这样的成绩 我都很开心 我爸爸帮我骂了一动作 人家夺了读所的古书才可以说 你觉得当时鲁迅 包括周作人周氏兄弟 他们又是怎么想 比如说他们那个时候翻译 外国的小说 就是直译 直译甚至不惜 把一些欧化的东西语句进来 当时我看这周作人的意思 就好像说你要改造中国的语言 就得先这么硬生生的 然后慢慢的他会自己成熟 他这里是这样 就是那篇论文 详细地考证了这些问题 接下来委定播出 走向2010 整个要把中国的汉字汉语 去跟这个印欧语系去对 是对不上的 他们所谓言文一致 是他们是声音